工资算不多 三千多钱 他说那个 他长得条件我达不到 都用钱都是 那些踏实的就要成了 真的得用钱 那我条件达不到 我说这咋回事啊大爷 这大爷究竟提的啥要求啊 看你吓得褪皮三射那样 该说不说大爷的眼睛 树枝是亮点呀 跟树枝子喇的一样 好像得了那个重症极无历史的 今天的相亲主角是秦大爷 秦汝希六十四岁藏偶 退休近四个多钱 有房无负担 我吧没想到说咱 咱那条件我先找个丧偶的 找个踏实跟我一心故事的 我想找个这样的事 我别的要事也没有 本来咱条件也不太高 咱也就一般的 就得普通工人就是 我是这么想 哎呀我去玩 我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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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能坐一天咱这活动 我能喝酒喝酒 还这么想 两个想开了 反正我们都可七十年了 那晚上像武术都是人家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再说如果俩人正合适日子过得好 谁又愿意带着孩子离婚再找呢 紧接着大妈就开始解释自己的离婚原因 就四年就离了 姑娘是你待大的 姑娘是我待大的 她爸爸没管 没管 这么些年就可以私情回情 她没有钱呢 没有钱呢 那她自己也不得生活呢 那当初为啥离呢 我们家海的爸耍钱 外边有女人 我带我家海的那时候 我们家宋大张 她就有女人 我就看你 就逮着过来说 完了后来 海的大了三岁 我就跟她打离婚了 她就是咋的呢 打人 就往脸上打 我这嘴唇肉上打掉一块 就往脸上打 她大 她个子大 一米八六 她就这么的就往脸上打 就往脸上打 要说这样的男人 找她干啥 事前自己命太长了 我要是个女的 必须给你俩干着 谁家养大个闺女嫁给你 也不是让你打着玩家 这样的臭男人不离婚 留着她夺命吗 听得气息 都想做她前夫两全 你家海小呢 是不是没少奶呢 小时候我没有奶 我在着急上火 吃的不好 不是吃 吃没有钱买 这上火吃不去 没有奶 她没有奶她就抠 好笑这样抠 看孩子哭她就打我 我踢出离婚 我就不过了 打我一宿 跟我一宿我又没睡觉 早上起来让我做饭 我说爹呢我做不了饭 我说大奶奶离婚 就这么为辣子离婚 离婚上班一会就起诉 我就走了 我们家海的爸爸 饭远了不行 硬了不行 菜咸了不行 淡了不行 那谁呢 说那年轻的时候 也不咋会做饭呢 也有咸的时候 淡的时候 又有饭门硬的时候 远的时候 啥都打你 这样 桌子粥了 不好吃 一旁的秦大爷抱着手 感觉他想笑又不敢笑 感觉了眼睛都要睡着了 突然被问到 把大爷吓得一举脸 虽然大妈说 想找个头糕点的 但也不是绝对的 毕竟这岁数 也不指望生二胎了 所以大妈对南方的条件 还算挺满意的 不过这时 大爷却打了脆汤骨 他说条件我条件不过他 他说条件我打不到 因为我个儿不够 我在一米都多点 也就我以前一米都是我 现在也就一米 那你到时候都得输点 也就你都问 我工资算不多 三千多块钱 他说那个 他整成我打不到 咱就说你这算是个男人吗 人大妈啥都没说呢 你就高呼配不上来 前大妈既没要采礼 又没问你要零花钱 你装不作样 整只一出给谁看 接下来又给大妈和红娘玩 起人眼子了 用钱都是 那些踏实的 就要成了嘛 真的得用钱 那我条件打不到 要是说刚刚出两天要工赏 那我做就要是时间长了 一年半年 他长了 别一个我两个给你 那我才有心情了 他就这样 他说话说透了 这几年了 没能处呢 工资还吃不上交 你看这有的事 我说那我不能交 我挣一半我不能交你 要长了 我挣一半我得给你 能够出感情到位了 难为他这样 站在枝高点说人家 你是个干啥的老姐 说这话属实隔音人 明知道大妈工资才一千五 你工资四千多 还说配不上人家 老头子哥这隔音水呢 大妈这边也有一件 有这个 有我是我不的 假如说我跟你俩出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 咱们出的是心情 出的感情 出好了以后 你不要你的给我 那你看咱俩出了 对啊 你不要你的给我 现在就是刚开始出 谁也不能说把东西都给你 对 那不可能的 谁都不傻 你再实行实义 也得过一切的 也得出着看 出门你得出了 出门你得出了 一年半百 对对对 谁能够说这个是一话 是你看我这都行吗 我不能出了 我说你啥啥都给我 对 那可能吗 那你是备印钱来的 你俩朋友咱俩要我 就静音都不静的 生长的 咱俩要啊 你是备印钱来 是备印啥来的 你看看这个人 而且以后你还能幸福相辅 对不对 我是这么想的 只要你对我好 因为有病有症的 你给我看 对不对 咱找找 不就是分这个来的 是不是这么想的 别看前大妈一通几日 但大爷这边 却丝毫没有改观 说歪了她就是嫌弃大妈 是离异的 事话实说 我还敬你三分坦诚 你哥这整这一出 数是没必要的 这红娘哥一旁看热闹 也不说帮着活活稀泥 你是不是觉得她阿姨咋样 她也大 她就 我条件不行 我都不说她 这再实话实说 你说老门 我呀 你这条件也不错 也不错 正经经常在我的条件 达不到 咱都干啥事 我大哥都输了 你就按我大哥说 那个 我觉得人家也挺好的 就是感觉没有太大的演员 说了 不是想找个死头的吗 嗯 对 离异的她不想找 不想找离异的 嗯 离异的不想找 走老头子都这样说了 大马在上 肝子都显得没眼离架了 只好说对南方没有演员 看到这七七属实来劲 要我说都不该给她俩介绍 这个不成还得再找下一个 接着彭娘又给她介绍了江大妈 江好62岁丧偶 退休金两个钱 有房无负担 这个可是丧偶的储物 我看这糟老头子还咋说 刚上来就说不喜欢女帮要工资卡 该说不说这老头会的挺多啊 把老太太们要钱的套路直接说出来 让你有则改之无则加明 即使大妈想要也得别毁制 直呼女方的钱她一分不要 当然俩人成家后吃喝拉撒她全包了 就是给能给女方工资她 这是大妈也就开始发生了 我现在是说我个人的想法啊 如果我没找过啊 如果我又是真的想找一个 我就想找一个就是好好过后半生的 我也是我会要求就是说 你各方面条件如何 什么工资给我 我没有那种想法 没有那种想法 但是最重要的一种想法就是 好好过日子 必须好好过日子 就值得就是互相对对方 对就互相对对 就是说我找你 我找你不能说你我就全依赖你 一切都依赖你 但是你也是一样的 找我你就说也不能一切家窝 或者都依赖我 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干 瞅瞅人家大妈这说话这做拍 属实大气敞亮啊 再看看一旁的糟老头子 戴个表也是得不配位 感觉和大妈不像一个世界的人 一点格局和眼光都没有 要我是跟她相亲的 早就撂挑子走人了 什么玩意要听你哥这埋他人 红娘看不下去说了她两句 这不态度才算好了一点 刚想表扬她两句说了人话 俩人又因为水果和肉焯焯焯起来 我能吃肉啊 咱说实际上我炖那里边肉 那有两千块钱你要我绑了 你要炖肉 不是 买肉我不做 我买肉那两千我再买肉 我那咋我呢 反正我吃买肉就买肉 别买肉 咱说比这钱她买 我买肉那我都不买肉 那你这两千块钱那里边都包含着啥的 就买 买菜吧 买肉你买 鱼你买 那吃肉不得种吃是不是 你得种吃我叶光了呢 那以后你还买的 那两天那一 你也不赶着看着好的 那你不一定到晚会买的 两千块钱买这确实不够 现在追求的生活品质 哪怕衣服可以穿得不好 但是在吃上面必须敞亮点 通过大妈小吃已经动之以理的分析 大爷这边算是松了点口 现场气氛也逐渐好糊了不少 俩人最终意见就是先处处看 我瞅他挺实在的 还挺实在的个人唠嗑 不是像人家去我做六了 但是说他把钱看得重要一点 也没有毛病 都充苦日过过的 因为单身不像说的怎么样 一个人带孩子过也真的不容易 就是说的那个在各方面 就是说的互相不许分心眼 不许长心眼 我小子有个他说该咋去 这做好了 那以后他没吃的没啥 我俩不能够 那我能炒的吗 有个联系方式吧行 行吗 行 你呢 没意见呢 没想到这个大妈 居然能相中这老头子 她希望不会让你后悔今天的决定 剪了这么多相亲节目 也看出来这其中的人情冷恶 终究逃不过一个钱一个脸 该说不说都是大火烧竹林 一片老光荤子了 就不能纯粹一点过好夕阳红吗 都把钱和新放一起过不就妥了 对此大家有啥不同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 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吗